Kamen Rider 我是影片大熊March Bear 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是跟電王有關係的東西 電王的珍骨雕 超爽的耶 這一盒除了珍骨雕以外 要順便來開這個東西 就是之前阿軒幫我從日本帶回來的 這個叫著裝變身的電王龍塔羅斯型態 為什麼要一起開它呢 因為我想說做個比較 因為它這一次的電王珍骨雕也是屬於那種 可以兩個型態之間轉換的 它呢就是它有一個本體 然後再附上一個轉換型態的裝備 它的本體呢就已經是非常的好看了 這一次的珍骨雕的形態真的做得非常好 因為它的身形呢做得非常的像皮套 跟以前的假命騎士電王的形態比呢 這個是真的很皮套 因為以前的假命騎士的形態比較瘦 纖細 所以看起來就會很像是那個 嗯...假命騎士的本體就是 本人就是長那樣子 可是這個是比較還原劇中就是 演員然後穿上皮套的樣子 真的 好優喔 太優了吧 它整個塗裝整個 呼 優 它整個塗裝整個外型真的超優的 我們先把它的那個紙先抽起來 它因為可以轉換型態的關係 所以它的那個塑膠紙呢 在比較裡面的地方 這怎麼拆啊 我覺得好恐怖喔 它突然就整個大彈開 嚇死我了 一個像卡榫這樣上下這樣夾著的感覺 所以剛剛拔出來的時候它就這樣 就彈開 我還以為它要斷掉了 嚇死 大家都說 這一塊超容易掉真的 它的腳這裡 因為 嗯...香港地區已經比台灣 還要提早先收到貨了 所以已經有一些開箱的資料出來了 大雄有大概聽到了一些災情 就是 聽說它的 手的這裡的關節這裡 比較容易爆裂 不過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啦 因為 有些時候你在轉關節的時候 大概轉到了一個緊繃的地方 不要硬轉 就這樣就好了 因為 你硬轉的時候 絕對會超出它的可動範圍 所以就會爆裂 這不可逆 我看終於是好像頭往前掰 我掉下來了 好詭異喔 龍塔羅斯的地方做得非常好 像是這個 貓眼石的地方 它的那個光澤感做得非常好 非常的漂亮 它有那個底部貼了一層那個 反光金屬 然後上面再用透明的 你每轉一個角度的時候 它就會閃出不同的光澤 真的很美 這個 我先大概合上去就好 因為我頭還沒換掉 這個很好看耶 我們先把這一隻先大概先開這樣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它本體超好看 配件呢有 武器 就是 槍型態跟劍型態 因為畢竟這個是龍塔羅斯跟跑塔羅斯 就是 槍跟劍 然後 還有側面這幾塊 就是它的小配件 就是 別在腰部上面 變成武器的那幾塊 跳卡 然後還有 腳部的盔甲這樣 手手 它有附上了滿滿的手手 各種形狀 符合你各種需求 一次兩隻 所以它很賊 魂傷真的很賤 超會抓我們這些 假面騎士迷的心 我原本是訂兩盒 然後後來它 終於公布說 它有出 黑色的樹體 那大熊也終於給它定下去 兩隻樹 因為我覺得 之後的普塔羅斯跟那個 金太郎 一定又會出這種合集版 所以呢 樹體就是 兩隻就是 一隻 配這隻龍太郎 然後一隻 配到時候看是哪一個型態 總共就是四個型態 然後基礎型態大熊就可能 會擺出來了 我們來猜這個 這個是 日本帶回來的二手品 保存看起來是非常的好 阿萱幫大熊帶回來已經很久了 然後一直都沒有拆開來看 你看這個東西都還在裡面 全新的啦 這什麼二手品 這根本就是全新品 而且阿萱幫我帶回來的時候 價格超級無敵便宜的 它裡面還有附上這個貼紙 只是讓你就是把票夾然後貼上自己的那個圖案 腰帶這一塊真的是用那個金屬漆 完完全全的銀漆做 然後它是有一點 霧黑的 那個霧面的一點 所以就會比較偏灰色 然後以前的腰帶呢 這裡真的就是銀漆 所以 著裝變身一定就是 比較 You know 醜兇 它的關節什麼肢體會比較 生硬一點 它這個以前著裝變身這一塊是金屬做的耶 它很有重量感 哇 連這一塊都是金屬耶 好有重量感喔 以前質感也太好了吧 我們來把這邊改成龍塔螺絲型態來做比較會比較仔細 可動當然就是無庸置疑啦 畢竟它都已經是真骨掉了 所以我覺得 不用特別去強調可動 肩膀這裡有兩個卡榫 所以你必須就是 胸口這樣快卡上去之後 再把卡榫壓進去 壓進去 它才會把它合上去 又掉了 這塊真的超容易掉的 龍塔螺絲 我覺得各有我喜歡的點 這個當然是 就是比較稠秀 所以看起來就是 關節什麼的很突兀 然後 塗裝 不算粗糙耶 其實 像這個渦輪的地方也有做好 然後 龍的這個爪子 那個龍 該怎麼講 寶石的地方嗎 它也是有很認真的用漆去把它給完全上色 只是說身型真的偏瘦啦 因為這真的就是玩具 可是真的很棒的地方是它超多金屬 金屬做的地方 雖然握起來那個質感真的很重很好 它這一次真骨掉是新系列呢 在腳踝的後面這裡 都有做一個切口 讓你可以增加一點點 就是斜面的可動度 可動上呢 這個肩甲 這一塊 就會擋到 因為它緊繃的 調整度就到這邊了 所以呢 你的手的高度就到這邊 不能夠再往上 然後還有這一塊超級容易掉 呵呵 已經掉了那麼多隻 我才剛拍影片拍多久啊 有多帥 電王就是 戰 退 買 這個是大熊跟阿萱呢 一起在 日本的 魂商 萬代的魂商買的 壓克力版 超厚 超大一塊 之後 拍假面其實是呢 就有更多東西可以用了 而且這個東西好處就是 可以在櫃裡面放上模型的時候啊 就可以擺在前面 KAMELITE 不過這超貴 這個我記得好像好幾百塊的樣子 神經病 呵呵呵呵 等一下呢大熊會用旋轉台呢 來拍 電王的真骨雕的 變身 然後武器 姿勢 然後還有 造型給大家來欣賞 然後如果喜歡大熊請幫大熊 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你 還沒看過大熊的朋友們 幫大熊分享出去 然後請朋友幫大熊訂閱 訂閱訂閱訂閱一下 OK那我們下次見啦 麥咪 開啟 開啟 動囉 離開 ros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